第二节,我们为同学讲解民间艺术中的图腾崇拜 在动物世界里,各类鸟兽虫鱼不仅有着自身的习性 相互之间也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 而神话、预言、童话和各类艺术中 借动物形象习性育人的情况更为普遍 龙凤 龙为众灵虫之掌,似灵之手 传说多为其能显能影,能细能聚 能短能长,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在神话中是海底世界主宰龙王 在民间是祥瑞象征 在古时则是帝王统治的化身 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 龙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 能兴风雨立万物的神异动物 古人认为它是由各种动物拼合而成的虚构的动物 它常用来象征祥瑞 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 上下数千年来 龙已经生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 清末明初的民间年化里 把龙当作自高无上的吉祥征兆 如年化昭财敬宝中的财神赵公明 身作元宝 手托云龙 祥龙口吐元宝于赵公元帅手中 赵公明是道教信奉的财神 年化奎心图中的奎心又名奎秀 相传为二十八秀之一 道教奉其为主宰兴衰的神 此画中的奎心头部像鬼 一脚向后翘起 如奎字的大弯钩 一手指笔 易用笔点定考生的姓名 足踏海鳖 寓意金榜高中 独占凹头 凤是古人对多种鸟兽和某些游走动物 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 长翅膀的鸟情是凤的主要集合对象 因此凤便登上了羽竹之掌的宝座 有百鸟之王之称 常用来象征祥瑞 熊的叫凤 瓷的叫黄 近百年来 封建上层艺术中 龙凤图形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到了隋唐开始 牡丹花被统治阶级抬上了花中之王的宝座 以往非梧桐不期的凤鸟 如今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伙伴 即花王配鸟王 名正言顺 合情合理 唐代的凤川牡丹图案 虽有帝王富贵的吉祥寓意 但流传于民间后 通常是夫妻恩爱 幸福和谐的象征 这一时期的凤形象 格外秀美华丽 宋元以来 凤鸟的声誉逾日俱增 文学 诗词 绘画中描写 介于凤鸟的作品屡见不鲜 明清时期的龙凤图案 即历代题材之大成 普遍出现在建筑 家具 陶瓷 染枝 金属工艺上 从图腾标号到权威的象征 龙凤图案随着历史的发展 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 凤给广大人民以生活幸福的希望 人民因此丰富了凤的形象和内容 特别是在民间刺绣中 人们赋予凤图案意 无限丰富的艺术生命 使之不朽 使之永生 民间美术作品中的麒麟和龙凤都由多种动物的特征集合而成 鹿和牛在麒麟的造型中是最重要的原型 自汉以来 麒麟就被归入四陵 一直成为民间美术中吉祥文样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神化成龙头 鹿生 牛尾 马蹄 能腾云驾雾 口吐欲书 在封建社会 作为群兽之长的麒麟到了老百姓中间 更是成为给人类带来好处的神兽了 麒麟颂子的主题 意在祈求 祝颂 早生贵子 子孙贤德 领土御书 麒麟颂子 赐福麒麟 是民间美术中最为常见的题材 龟与龙凤麒麟并称四陵 为我国最大的神物 灵物 吉祥物之一 同时 更是因为龟寿命极长 所以成了长寿的象征 龟灵鹤寿为祝寿之词 御人长寿 吉祥图案有 龟鹤麒麟 好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同学们